第三百五十三集 新卓 眼看那刀就要刺中二神 李火望手中铜前剑 瞬间变成 铜线连成线 如同长鞭一般 甩飞了宏大的锈刀 等等 李火望表情异常凝重 迅速冲过去 拦在了两帮人之间 各位 他不是新卓 他是在下内人 几项放下手中的朽木如意 有些疑惑 你妹人 撒家不信 你让你娘子 把红盖头摘下来 可别是新卓 想蒙魂过关 还没等李火望同意 那神徒刚用手 轻轻在腰间 屁股上一敲 那二神同样 回应地敲了起来 鼓声回荡 仿佛在交涉上 当鼓声停歇 二神单手一摘 顿时把那红盖头 都摘了下来 我那个亲娘 这是什么呀 二神爹 这当真是你妹人 看着二神那人脸 跟瘦脸融合在一起的 骇人面孔 其他人很明显吓了一跳 李火望顾不上他们 而是把二神拉远几步后 表情凝重地问 你怎么会在这儿 娘呢 她跟来没有 二神先摇了摇头 紧接着颤抖地靠了上来 两只手环抱着 李火望的腰 死死搂着 比正常人眼睛 大三倍的猫科兽眼中 搂着偏执的爱意 相公 其实想你了 锋利的尖牙 在李火望的脖子上 细细地咬着 两条舌头从里面缠绕钻出 在李火望的脖子上 不断地舔势着 李火望双手把她摆正 表情凝重死瞪着她 有完没完 我现在没空跟你扯这些 这里很危险 阿神离开这儿 相公 你才担心我吗 二神的血喷大口 咧到了耳后根 表情异常凝重的李火望 靠近一步 先捧着她的脑袋 紧接着盯着她脸上 最大的那颗眼睛 一字一顿 离开这儿 马上 好 尝尝的舌头 在李火望的脸上舔过 脸上带着一抹 诡异笑容的二神 转身离开了这个村子 娘 耳边的声音 让李火望脸色 更加难看一些 闭嘴 她不是你娘 二贤弟 她当真是你娘子 拓拔丹青震惊的 连手中的两个包姜 核桃都不盘了 没等李火望说话呢 那叫神图刚的 挑大神的说话了 语气非常不善 怎么 你他妈的有意见 说完 神图刚向着李火望 扬了扬下巴 那妹子不错 别辜负了 哎呦 哎呦 行啊 快行了 走吧 你们到底是 半差事来了 还是塔青来了 迹象表情焦急 开始不耐烦的 催促起来 李火望向这二神 消失的方向 看了一眼 收起心神 跟着迹象等人 向着给村子走去 这女人也不知道 会不会听自己的话 还是赶紧干完 离开这吧 免得把苗苗扯进来 迹象的金算盘 再次开始打了起来 配合着拓拔丹青盘 核桃的声音 在这村子内不断回荡 李火望放下心中杂念 时刻警惕着 可能出现的新拙 走着走着 一处倒塌的土院子 出现在他们的左侧 一棵硕果累累的 石榴树下面 站着几道人影 仔细辨认后 李火望发现 那并不是人 而是一些藤腕 跟杂草 汇聚成人形的样子 旁边羞得一尘不染 就在李火望猜想 这些人是不是心灼弄出来的时候 宏大手中两把小锈刀 已经抛了过去 直接把那些人形植物 绞成碎屑漫天飞舞 一道极其尖锐的尖叫声 从村落的深处响起 走 跟上 一只没干任何事情的 神涂缸开始动了 他迈着大步向着那边冲 一边冲 还一边用手猛拍腰间的屁股 开始跳起大神来 而他口中帮兵爵 无论是跟当初李治 还是之前白领鸟都截然不同 语气显得格拜的霸气 苍方欲点鬼神下惊 是要吞我四方太平 请得先来先得应 请得神来神得听 莫然间 李火旺仿佛感觉到 四周的一切色泽开始褪色 他身上不由自主地 泛起一层鸡皮疙瘩 他知道有什么东西过来了 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 这叫神涂缸的大神 明显不一般 怕是有当初 单养子活着时候的实力 也不知道 迹象是从哪儿请来的 二九 绣我的刀 宏大的一把绣刀 送到李火旺的面前 李火旺点了点头 迅速接了过去 尖叫声断锡 可迹象跟那神涂缸 明显是盯上了新拙 一个敲鼓一个打算板 声音在整个村内 不断的回荡 整个村子都仿佛 开始扭曲起来 虽然那新拙依然没有现身 但是可以看得出 他们已经斗起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 李火旺一身杀招本事 明显派不上用场 与其在这里干着急 他觉得 是是自己现在唯一能做的 他咬穿自己的指腹 在那姜黄纸上 龙飞凤舞 他不知道那俘虏占卜 在这种情况下 能不能起到作用 反正死马当作活马一了 记住自己带来的颅骨上 分裂出来的裂缝后 李火旺开始向四周 不断打量着 企图找到相似的纹路 在各种嘈杂的陪伴下 李火旺看着看着 忽然目光聚焦到 自己手中那把绣刀上 此刻 他那刀尖直指的方向 正好就是远处的一口 石井上的蜘蛛网 而那被什么东西 撞破的蜘蛛网上 刚好跟自己 占卜出来的纹路 一模一样 难道说 这红大给的绣刀 还有提升补挂的容易 李火旺掏出武器 放缓步伐向着那口井边 靠去 小心用手中锈刀 挑开那些藤蔓荆棘 李火旺向着那井下看去 下一刻 他瞳孔瞬间 缩到了极小 井中的淤泥中 站着一个人 就在那人察觉到 头顶的亮光 猛地抬头的时候 李火旺连忙把视线挪开 以免着了对方的道 李火旺心跳加速 猛地扭头 对着其他人大声喊 快 这里有 说到这儿 李火旺愣住了 我刚刚要说什么来着 我 我这里有什么 听到声音 其他人视线投向了李火旺 此处拓跋丹青发话了 他很诧异地问 二姐弟 你拿着把锈刀 站在井边干什么 锈刀 李火旺 在拓跋丹青 寄向申涂钢三人面前 一一扫过 对啊 这锈刀哪来的 什么时候在我手里的 兄弟们 我正宁主播头头冤 人送外号头小短 听说你们喜欢听爽文 而且喜欢听都市重生爽文 废话不多说 去搜我们制作的简漏 啥也不说 一个字爽就完了 搜简漏 书名叫简漏 不光剧情爽 更些也爽 一天好多好多好多集 在喜马拉雅搜索简漏 找到我们的专题 在第一集评论 我们将抽取 二十个年会员送给大家 快去搜索简漏 听爽文 爽之又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